而壮为补天工为了关心地方的教育 也全额补助大福国小全校学生的营养午餐费用 期望学生们用心求学 未来做个社会有用之人 工作除了感谢之外 也希望庙方照顾更多的弱势学童 大福国小的自治乡长跟家长会长 特别颁发感谢壮给补天工 因为庙方秉持着举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全额补助大福国小学生60多万年的营养午餐 让小朋友无后顾之忧 努力读书 其实这个社会 用之于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 台湾国秀 由台湾报天工 专门所有的营养午餐 全面由台湾报天工 来给他们支援 怎么说 因为这些孩子是我们未来的资源 而且他们家长在我们这里 奉献这么大就对 特别感谢 我相信 只要我们 不管是岛屋高校 还是白天工 有什么困难的 我们今天大家 来报天工 跟我们说一段 我们就对一部容辞 就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 我们的牛牛 自比公大 到场观点的众位相当表示 非常肯定浦天工对地方的照护 尤其透过今天的神明祝寿 除了让学生参与文化活动 也能表达对浦天娘娘的感谢 更期望浦天工能照顾更多学生 目的就是让小朋友来体会到 这个庙的文化 可以来延续 另外一方面 因为大福福天工是 仰官生活非常谨慎的庙宇 所以他的一些 政府都取自于社会 今天大福福天工可以 让这一部分钱给大福福小做一年午餐 来办这个照顾小朋友 所以我也拜托 我们的普天工这边 可以扩大来照顾的层面 无论是一年午餐 还是照顾中低收入 热室团体 可以再加把劲 可以让这些钱 整整可以落实在前面下去 可以感受到我们六年 相当的千秋或是他的文章 这是我们最大的梦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 普天工来参拜 因为普天工的牛奶 就是起伏以前的牛奶 在今天的庆典当中 不但有许多信徒来参拜 大福福小更是带来精彩的 太古演出 为普天娘娘来祝寿 宜兰新务记者张力林采访报导